環運相反,這場未來錦標,1400米一級賽 九匹參戰馬 最後入閘的那隻,是否這隻讓我高飛 應該是外面九檔那一匹 外面那一匹,應該差那一匹 因為他是由內入到外的 聚精會神 聚精會神,入閘 1400米一級賽,未來錦標 九匹參戰馬 準備,一開閘的時候 現在較為快一點點 見到南美小國 然後讓我高飛擺前走 開遍六三那隻 見到聚精會神都頗快 大日本有藍衫的壞漢子在外面 之後才見到東營明星 然後再後才見到他山之石 再後就是柏倫天爐行運相反 包了落尾,那隻是搖滾快驅 轉第一個彎的時候 帶頭那隻仍然是南美小國 領先過幾馬位 守著第二位 那隻就是聚精會神 然後就是讓我高飛 再後一點才見到東營明星 大門壞漢子守著第五位 再後才見到他山之石 然後就是柏倫天爐 包了落尾,兩隻是行運相反 以及那隻是搖滾快驅 那麽開始走進去的這個 考飛翼都是急彎的時候 帶頭仍然是南美小國 那麽開面已經衝上來 見到有這個聚精會神 然後就是讓我高飛 那麽塞了藍上 那隻就是東營明星來的 那麽壞漢子是扔出去的 現在前面還是見到 這個南美小國開面 聚精會神衝上來 那麽大外黨壞漢子 是衝得幾厲害的 那麽也都見到這個 東營明星在中間上來 那麽現在前面四馬鬥在一起 也見到壞漢子在外面 中間東營明星 壞漢子鬥東營明星 那壞漢子和東營明星 那壞漢子和東營明星 影響第三名就是南美小國 第四名呢 就是應該就是這個 他山之石的 是不是呢 聚精會神 應該是聚精會神 第四 開面衝上來 還有這個行運相反 應該是比較後少少 贏就贏了 應該是壞漢子贏的 東營明星就涉了第二 給維基力 因為前面呢 放頭那幾隻都不太斷 南美小國就更頂到第三 對 今天不太來追 不追啊 如果今天也是贏少少的話 都幾個考慮勢的偏差都幾大 贏的級數是很高的 結果 險就險些壞漢子 又多場一級賽進將 贏了少少 南美小國第三 聚精會神第四 哎 你行運相反 都是要拖這麼後 是不是真的 沒辦法 今天又不離聚 讓我高飛給那兩隻搞搞 就不適合主導 搞掛了 搞掛了 我覺得始終聚精會神 就不到這級 暫時就不敢說 暫時就不敢說 暫時就吃了跑道 最有利的形勢 放回來南美小國 南美小國 南美小國 反而是東營明星 今天健康情況很理想 我跑回來 但跑完這場之後 會怎樣進程 其實都幾明顯的了 二三四名都是讚 在前面走的三隻 都幾明顯的 都不斷的 好了 險就險些 羅里亞 你有沒有嚇到手都震了 我希望它們有多了 現在 如果它們可以 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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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他 他只能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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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高,他比较高,他真的已经担心了 他比较高,他已经担心了 要购达了 跟他比较高,他比较高,他真的像是一局 他比较高,他真的不会超出,他真的会好 他真的会在拍摄,这么多的 他比较高,你懂得比较高 他比较高,他比较高了 他都会快速了,他比较高,他会比较高 但是他就会比较高。 你做了一個挑戰,所以他只會贏了半輩子 你知不知道,他只是... 你知不知道,他只是很享受駕鞋 現在五組一組,好勝負你,兄弟 Brad,你正在熱狀態,好勝負 謝謝Sam,乾杯 好了,麥羅麗雅贏得辛苦點 贏得危險點,但我看他也覺得馬是兇有成竹的 不過今天很明顯的,那個賽道形勢 不是很遷就這類馬的,因為帕倫天奴沒有的 但真的衝下去,衝不上來 好了,二王,哪一贏都沒所謂的,都是他的 1-4都 他來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駕駛 我們只是一個幸運的訓練 他只是一個很好的駕駛 五組一組,是一個很厲害的駕駛 他四個四個,在1400m的高尾 那是第三個駕駛的駛駛 他在那一場駕駛的戰鬥 那是一場駛駛 你不喜歡他駛駛 你不喜歡他駛駛 他駛駛 他駛駛駛 他駛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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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樣駛駛 五五五五百五十六五十五 是 его不是最多駛駛 所以我比較穩駛 但這是一個開場駛 沒有計算是唯三 咪駛駛 這次計算是該駛駛 這次駛駛駛 他是哪些駛駛駛 駛駛駛駛駛駛 to have let's get your thoughts on your other runners we'll start with toss and start him enormous run first up and you said pre-race you felt he'll need that yeah but he um they just didn't go quite as hard as what they i thought they would and he landed in a beautiful spot i actually thought he might have been a bit further back than that but when he landed there and was going as easy as he was i thought well you're gonna run pretty well um probably didn't suit palentino i didn't think they went quite quick enough you know and he got left a bit flat-footed but they didn't get beaten far and um i thought lucky us it was a much better run with toss and stardom where you're likely to take him could he go to sydney as well yeah he'll definitely go to sydney but i'm not really sure mate you know the blame is a nice race that sort of fits in really well it's a group two a mile at flemington and um palentino may go that way as well but uh yeah it's nice that nice that a couple of them run pretty well anyway it's been an amazing season for you it continues here at caulfield well done thanks a lot uh darren will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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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